好了吗 好了那就进入到第二大板块了 因为法院一旦决定立案了 刚才说了 马上就指定一个管理人 接管破产企业 所以有关管理人的制度 第二个呢 就得马上通知公告债权人 所有来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就要组成一个重要的一个机构 叫债权人会议 所以我们的第二板块 是把这两节的内容 两节的内容 就给大家合而为一了 这一块的内容 基本都是属于程序性的内容 都属于程序法意义上的内容 而且这一部分的内容 基本上我们是以考客观题为主 所以大家该刷的题 要好好刷一下 这就是在破产受理过程中 必然要产生的两个 一个管理人 一个是债权人会议 好吗 好 大家在学这个板块的时候 重点要清楚 围绕着管理人制度里面 我们的重点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管理人的资格认定 什么样的人能当 什么样的人不能当 第二赋予管理人主要的职责 什么样的职责无限制 什么样的资格 什么样的情形下 管理人的职责是有限制的 这个有限制地方要清楚 这就管理人制度 基本上我们是考选择题 第二个呢 就是在整个的破产程序中 一定要由债权人组成一个临时机构 我们把这个临时机构的名字叫什么 叫债权人会议 所以你千万不要理解成它是一个会议 它是一个临时机构 要熟悉这个机构的人员是谁组成的 赋予这个临时机构行使哪些权利 他们在商量事情的时候 意识规则是什么 这就是一块 好吗 除了这个临时机构以外 还有可能还会设立的一个机构 叫债权人委员会 这个不是必说 是可设可不设 你债权人会议是必须得设的 那么这个如果愿意设的话 这个债权委员会是由谁组成的 它主要行使的权利是什么 就OK了 这就是整个这个板块 基本上是以概念性的题为主 所以大家刷刷题就可以了 那我们下面一个一个看 先进入第一个知识点 管理人制度 第一个涉及管理人的资格选择题 选择题 大家得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先知道谁来担任这个管理人 管理人大家要知道一般都是指谁呀 不是一个往往个人 往往往都是一个机构 清算组 律所 会计师事务所 破产清算事务所 只要具备了相关资格的人员 等于这个管理人 这个管理人既可以是一个机构 也可以是纯自然人都行 都能当破产管理人 这个大家清楚了啊 紧接着什么样的情形禁止担任 破产管理人 因为犯罪受过刑事 这就可以了 然后在任命管理人的时候 一定要遵守回避制度 什么情况下 他哪怕不是刚才说的那三种人 也应该回避 第一个是跟债务人也好 跟债权人 就是破产中的双方当事人 有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关系 就是你要么就跟破产企业有债权债务 你要么就跟某一个债权人 这都属于有利害关系 知道吗 需要回避 第二是法院在受理破产的前几年 前三年内 你曾经给这破产企业 当过中介服务机构 提供中介服务的 注意禁止其实三年内不能当 三年以后才可以 记住了啊 第三 现在本身就是 或者在法院申请破产 立案前三年内 曾经是债务人 债权人的什么人 是他的投资人 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 现在就是这个债权人 或债务人任何一方的控股股东 或者曾经三年内 曾经是都不行 这也叫有利害关系 所以大家就发现 你用计嘛 不用计 你只要一看判定出 他们有利害关系 那肯定不能当啊 现在 现在或者是在受理破产的前三年 曾经担任过他们的法律顾问 财务顾问的 给他们提供中介服务的 过的 前三年内给他们 是他们的控股股东的 前三年内是他们的财务顾问 法律顾问的 这些都要回避 不能担任 不管是中介机构 还是清算组的成员 都必须回避 总之不就是利害关系吗 好 这些大家作为选择题 选好就可以了 再来说 不是机构 是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回避 除了列举的刚才那三种情形 我曾经给他提供过中介服务的 我曾经是他的法律顾问的 我曾经是他的控股股东的之外 大家记住 现在或者是前三年内 曾经担任过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董监高的 你个人可不就是董监高吗 也是三年 跟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的谁 控股股东 董监高有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关系 三代以内的庞系血亲关系 有殷亲关系的 一律回避 不能当 所以如果是个人来担任管理人的 个人在这三种情况下 不能够担任管理人 选择题 一定要清楚 三年内曾经担任过任何两方当事人 任何一方的董监高的 曾经是这个什么 是这个双方任何一方的控股股东 董监高存在着直系亲属关系的 这些都有利害关系 所以自然就能认出来 好了 这就是关于回避问题 所以对于管理人的任命问题上 一定得是保持中立 不管你是一个清算事务所 还是一个快事事务所 还是律所 一定跟各方当事 你完全是超脱的 是超脱于债权人 债务人之外的 你只要跟这债权 债务人任何一方 有瓜葛的 肯定影响你职业判断 不可以 好了 知道就行了 下面练一道题 2022年的6月 法院受理了甲公司的破产申请 那么在下列人员中注意 有资格担任管理人的 曾经在2017年到2018年期间 最晚是到18年底 担任过甲公司的法律顾问的 丙律师事务所 18年就担任最后了 192021过三年了吗 已经过了三年了 所以担任有问题吗 没问题 没有问题 第二个是 本身就是破产企业的董监高 丁能当吗 当然不能当 有厉害关系 三年前被吊销过职业证书 但是现在已经重新获得 职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 以 只要是吊销过职业证书的 有这个三年问题吗 没有 只要吊销过就不能再做了 是甲公司的监事会主席的妻子 有厉害关系吗 当然有了 直系亲除 殷亲关系都不可以 所以准确的答案 只有A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看这个答案是 最容易错的就是这个C 所以的 大家在回避的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清楚 哪些情况根本就不行 哪些情况只限定在三年内不行 这一定要把握好 好了吗 好 所以有三年限制的地方 就是担任过 提供个中介服务的 担任过什么 这个法律顾问的 财务顾问的 这都是有三年限制期 但如果你是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被吊销了职业资格的 这个没有年限问题 这个必须得分清楚了 好吗 好 把这个选择题大家选好了 这就是管理人里面的资格问题 大家就作为单选多选 可以了 那么作为管理人主要履行的职责是什么 这个作为多选题 大家该选的选 他主要接管了破产企业之后呢 他要接管破产企业的财产 印章 账簿等等 接管这些资料 这个知道就完了 要调查整个破产企业的财产状况 制作出一个财产状况报告 不得给他审计吗 对不对 好 决定他的俩字内部的管理事务 完全可以 决定他的日常开支该怎么花 没问题 他主要接管了都听他的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第五小点 容易出错 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还没有召开之前 由他来决定是继续 还是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这不就跟刚才我们讲的 受理效理不就连接来了吗 相当于是什么 正在履行的合同 您是让他继续呢 还是让他解除 我们前面讲了 如果决定继续的情况下 这个权限是要加以限制的 按理来说 能不能让他决定继续履行 要么是债权人会议 最终他来决定 要么就是人民法院 清楚吗 其实真正的这个拍板权 并没有在管理人 这时候他的职责 实际上是受到限制的 所以如果还没有成立 这个债权人会议临时机构的 他要决定继续或停止时 都要经过法院许可 要经法院许可 知道吗 你看他下面特别提到了 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 管理人如果做出这个决定的 一定得经法院许可 这会跟我们前面联系来了吗 所以等于言外之意 等你后面再看完了这个 债权人会议直权以后 你就能够记住结论 这个决定是让破产企业接着营业呢 还是让他停止营业呢 这个决定权其实真正的 真正的是归谁 债权人会议 真正的决定权在人家债权人上 因为你继续或者解除 都会损害到债权人的利益 所以人家债权人说了算 你管理人说了不算 第六个执子 管理或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因为你接管了吗 对不对 还有代表债务人去参加诉讼啊 仲裁呀等等 都是你来代理企业 这就是第七 第八 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把有权召集债权人们开会 最后是其他执责 这就是赋予这个管理人 也就这事务所 他应该履行的执责 所以在这九个执责当中 一定要注意的是第五项 别的大家就刷题 记记就可以了 好吗 好 这就是第一点 管理人允许拿着法院的裁定书 指令管理人的决定书 管理人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就可以向银行申请开立一个管理人的账户 然后接管破产企业的账户 然后就可以办理账户之间的资金划转 原来不是在破产企业账户吗 事务所一接过来之后 完全可以再单独事务账户 办理资金之间的划转 非正常库的激活 注销 司法冻结 交易明细 等等这些业务 都可以到银行去查询 金融机构必须给予配合 富有协助业 好了 这就是管理人的职责吗 我拿着法院的裁定书 指令我当管理人了 我就可以去查询 好了 破产中的企业 要接受税务机关的税务管理 管理人负责管理企业财产事务的 要由管理人代表破产企业履行纳税业务 你负责处理他企业事务 你就负责他来申报纳税 因为履行 处置财产 继续营业等原因 在破产程序中需要使用发票的 管理人可以以纳税人的名义 到税务部门领购发票 开发票都行 因为还没有正式宣告破产了 所以你在这段过程中 企业维持经营 该交税交税了 该开票开票 该领票领票 好 这些大家读读就可以了 董监高只要违反了忠实勤勉 没有尽职尽责 导致破产企业的财产 被人民法院判令承担相应责任的 管理人可以凭着法律文书 通过全国重整案件信息网 向市场监管金融部门申请对相关人员任职资格进行登记 也就是说这个企业破产的主要责任人是因为懂监高 不履行尽职尽责 所以才导致企业破产的 也被人民法院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这个管理人都可以到有关部门进行登记 登记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将来他在到另外一家企业任职时 他会受到限制的 任职会受限 至少三年内不能到任何另外一家公司再担任董监高 是不是 这不我们公司法里面规定的吗 对于董监高 用负面清单的方式列举了有五种人不能担任董监高 还记得这五种人情形之一吗 其中就是担任过破产企业的董监高 而且对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 这个时候三年内三年内不能再担任 所以他有任职资格限制 跟公司法就连接来了 相关的人员涉嫌犯罪的管理人 要及时把他送交给相关部门 这些没有什么 看看就可以了 这就是管理人主要的职责 好吗 所以说指定了这家事务所 或者是破产清算机构 接管了企业 他主要干什么 大家就把这些个捋一下就可以了 到选择题的时候 大家认出来就可以 没有什么问题 好 下面最关键是在这 管理人毕竟是个中介机构 所以他在履行职责的时候 难免会出现了不能保持中立 所以这样会损害债权人呢 所以法院也怕这个事务所 跟破产企业业串通起来 去共同对付人家债权人 因此他在实行一些重要的行为时 一定要法律对他加以限制 这个限制大家要激 而且会容易出多选题 好吗 第一个他实施的哪些行为要加以限制 限制的表现是什么 他必须要报告给债权委员会 要是没设债权委员会呢 他必须要报告给人民法院 也于说管理人凡是实施下列这些重要行为 因为这些实施的行为 极容易会损害到谁 债权人会影响到债权人 所以必须受到债权人的监督 或者是人民法院的监督 记住了吗 否则的话就容易损害债权人了 所以下面哪些行为 大家多选题要记了 只要涉及不动产权益转让的 房子地好吗 那可是大事情 这个要想卖 管理人决定不了 第二个 探矿采矿知识产权的财产权转让 这都相当于无形资产 不动产转让 无形资产转让 都不能拍板 全部的库存营业转让 就叫整体转让 他不去无权自己决定 再发生借款行为 又去融资去了 又去发债去了 这个必须得报告 第四 又拿着财产给人提供抵押担保了 债权有价证券转让的 和对方没有履行完毕的合同 要求什么 要求旅行的 继续旅行的 放弃自己权利的 担保物收回的 一共是十个行为 我们主要是前九个 所以凡是管理人 替破产企业实施这些行为的 绝对不能擅自决定 要么你就报告给法院 要么你就报告给债权委员会 这个都必须要履行 报告这个义务 叫什么来避免损害债权人 好 都是重要事项 这些大家要记住了 这就可以了 这样整个的管理人制度 就这么简单 了解管理人的资格 管理人他主要履行的职责 都有哪些 这就行了 至于说在我们这一节里 还涉及到 这个管理人可是有偿服务 不能白给你干活 而且给管理人的这个报酬 都要列入到破产费用中 优先支付的 知道吗 要优先支付 所以这些 按照标的额 给事务所多少钱 你那个破产标的额度越大 给的报酬比例越低 它是根据标的额走 这些我觉得都没必要大家记 知道吗 最后一点你就记住了 付给管理人 管理人给你提供的服务 是有偿服务 不能白给你破产企业干活 就是法院指定 他也是不能白干活的 所以有偿服务就意味着 这个破产企业支付给他的这个报酬 将来要作为什么 作为破产费用 要列入到破产费用中 而且要享受优先支付 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好吗 好了 这就是第一个知识点 第二个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重要机构 叫债权人会议 第一个啊 这个性质千万别理解成 就是开的一次会 它一定是个临时机构 临时说的是 从案件破产受理后 一直到什么 案子宣告终结 在这段时间 所有事项都要经过债权人会议 集体决定 所以把这个临时机构的名字叫什么 叫债权人会议 OK 清楚了啊 再来看这个会议 这个机构的组成 所有这些债权人 到底能不能行使表决权 大家看后 凡是来申报债权的 这些债权人 都有权参加第一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以后的会议 只有债权得到确认的 才有权行使表决权 如果您的债权第一个 还不知道欠不欠你债权 真实性还没查明了 到底欠你多少钱还没确定了 你没法行使表决权 明白吗 这是第一个没有表决权的情形 债权还没有得到确认的 不能行使表决 所以债权没确定的 除非法院能够给他临时确定一个债权额 否则不能行使表决权 我给大家说原因 为什么这时他不能表决权 因为在债权人会表决时 有点跟公司里的股东一样 他实行的是资本决 知道吗 这个债权人本身在这个机构里 有没有话语权取决于他手中的债权额 就跟股东一样 公司里的股东不看人数 看着你手中的股份 这个破产会议当中 债权人一样 不看人数 看的是你手中欠你债权额多少 债权越大的话语权越大 你损失还大呢 所以这个要注意 所以债权还没确定的 不能行使表决权 第二句了 第三 职工代表 工会代表 在这个机构上是没有表决权的 你们是特殊的一类 所以你们没有话语权 除非职工的劳动债权 都根本不能从破产财产中 获得权额 及时的优先授偿 或者在重整当中 这个债权的决议通过 可能会影响到清偿就业的 这个时候 职工债权人才有表决权 否则作为职工这个类的群体 它是比较特殊 你不用 因为什么 因为在破产中 保证你们的债权 肯定欠你们的工资 社保肯定都能够清偿你们 除非连这一块都不能保证的 你们才有表决权 否则职工代表 工会代表 没有表决权 好了吗 好 这是第三 第四 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 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 你只要不放弃 优先授偿权的 这时只对两个事项 不相有表决权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优先授偿了 相当于破产对你没有利害关系 但不是对所有事项都没有表决权 仅对一 和解协议这个草案 二 只对破产财产 这个分配方案 怎么分 跟你没关系 为什么 和解协议 为什么你没有表决权 一会儿讲到和解 你就知道了 因为在和解期间内 这个担保债权的优先受偿 不受影响 欠你钱到期了 该怎么清偿 怎么清偿 所以跟你没利害关系 分配呢 分配跟你没有关系 因为你直接就比其他人优先受偿了 所以只对这两个事项 没有表决权 其他事项有吗 都有 所以这两个事项 大家务必记住 这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关于债权人的表决权 这个机构当中里面 所有来申报的债权人 都是这机构的成员 但是不一定有表决权 你债权还没有确定有多少了 没有表决权 清楚了吗 好 你那个享受财产担保的债权人 你对和解跟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 没有表决权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呢 哪种情况下有表决权 哪种情况下没有表决权 大家一定要看好 好了吗 好了 这就是一个啊 下面就是这个机构的会议召集了 债权会议的召集 这是一道小客观题 啊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 第一次会议 谁召集 记住了 人民法院召集 时间还得知道 是在债权申报期满之日期 多少天 15天内召开 时间记住了 召集人记住了 就OK了 这是第一次 以后的债权人会议 召开什么条件 就有点跟我们公司法理讲 叫临时召开 股东会股东大会是一样的 符合法定条件 一 人民法院可以提议召开 管理人可以提议召开 债权人委员会可以提议召开 最后一个大家务必记住 必须是占到债权总额 四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 可以向债权会主席提议召开 不是无财产 不是无财产单薄 是整个债权总额的四分之一 这个务必得记住了 而且在这四个情形当中里发现区别在哪 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就不需要向主席提议 管理人债权委员会还有这些债权人 那就都必须是向主席来提议 这三个都必须要向债权会的主席提 只有法院不需要 好了 这就是选择题 所以债权会的召集一定要清楚 首次会议谁召集 以后召开的会议谁有资格召集 大家记住好了吗 好了这就可以了 然后最最重要的就是债权会的职权 我们赋予这个临时机构的这个机构 它主要行使哪些权利 核查债权 申请更换管理人 监督管理人 选任债权委员会的成员 主意就在第五点了 他才真正有权决定 债务人是继续还是停止盈业 这就我刚才讲管理人职责说的 到底这权利是给谁呢 大家别弄乱了 在债权人会已经成立的话 绝对是他决定 只有在这个债权会议还没召开的时候 才是管理人定 而这时管理人决定也必须经法院许可 所以真正的权利找到了权源了吗 真正权利在他这儿 是在债权会议上不在管理人上 好了这是第五啊 通过表结重整计划 合不合解 债权人说了算 通过财产的管理方案 然后就是变价方案 分配方案 所以我们在选择题当中里 极容易作为答案来考的就这四个 其他的大家蒙都能蒙对了 主要这四个 好了吗 把这四个一定要看看 其中刚才说了 这个和解这个和这个分配 一定记住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 看见了吗 有财产担保债权人 是无表决权的 你只要不放弃优先授偿 是无表决权 所有其他的事项 你不仅参与 你还可以表决呢 好 这十个作为一道多选题 大家选出来就可以了 看完了啊 我们练练这道题感受一下 债务人A企业破产了 B企业依法对A企业的设备 享有抵押权 它不就担保物权吗 也没放弃优先授偿 所以在债权人会议上 B能够行使表决权的事项 是哪些事项 和解协议不可以 因为和解对你没有影响 没有利害关系 决定继续或停止债务人营业 这人可以参与 没问题 通过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 没问题 你都有表决权 通过分配方案 跟你没关系 你不能参与表决 所以准确的答案 不就是B和C吗 这样的选择题 大家能清楚 这就OK了 这就是第四个 有关这临时机构主要能够有权决定的事项 值权 下一个就是债权人这个临时机构 大家在决定任何事项时 一定是要实行集体表决 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知道吗 要由全体债权来表决 这一表决 怎么才能叫决议通过 一定是双标 双标 比公司法还严 公司法是单标 要么就是资本决 要么就是人头决 就看一个 破产可不是 双标 既要看人数 还要看他们代表的债权额 双标 记住了啊 这是不同意公司法的地方 如果是表决和解 跟重整这两个方案很重要 这是要人数过半数 这个过半数的人 他们所代表的债权额 必须得达到多数决 三分之二 具体的啊 和解协议在表决时 要由出席会议的 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 为什么 因为和解当中里 那个有财产 担保的债权人 是不包括 是不包括在里的 一定是那些有表决权的 不包括他 他是不包括 得是这些个人过半数 并且 这些人所代表的债权额 必须占到 基数看出来了吗 无财产担保 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 你这个有财产担保的人数不算 你们的那个债权额也不算 你们都不能参与表决 所以人数过半数 债权额三分之二 会了吗 和解 再来看重整 我们到下面讲重整时 再详细讲 现在先告你 重整草案更复杂 它是分组表决 它分成四大类组 每一个组 人数必须获半数 并且他们代表的债权额 占到该组 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而这个你发现 重整这个草案表决时 这个有担保的债权人 参与表决吗 有表决权吗 有吗 有 它排在第一组 担保债权人是一组 照样可以行使表决 和解是不行的 所以大家看 这就叫双表 而且针对这两个重要事项 人数过半数 债权额必须是多数决 第一个了吧 好 除了这两个重要以外 所有其他的事项 人数过半数 债权额半数以上 看懂了吗 出席会议的 有表决权的债权人 人数过半数 并且他们代表的债权额 都要占到 无财产担保 债权总额的半数以上 所以我们这里面告诉你 债权人这个会议啊 机构表决时很严 看双表 既要符合人数 又要符合债权额比例 好了吗 好了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第五个 关于涉及债权人的会议 这个临时机构 它的性质 这个机构的成员 有没有表决权 这个机构行使哪些权力 如何来进行决议表决 最后再讲一个债权人委员会 别跟债权人会议混了 是在债权人会议的下面 再设一个委员会 它告诉大家不是必设的 你那个债权人会议是必设机构 委员会不一定 可设可不设 有点类似于我们小区的业主大会 再往下设不设一个业主委员会 不一定 可以设可以不设 所以它也是在债权人会议下面 设一个债权人委员会 如果设的话 一定要知道是哪些人组成的 债权人派代表 再加上一名破产企业的 职工代表或工会代表构成 大部分都是债权人这一方派代表 破产企业就派一名职工代表 人数不能超过九个人 那么成立在下面这个委员会 它主要要行使的权力是什么 主要大方向记住 就是监督权 替谁 替这些债权人监督 替这个替全体债权人来进行监督 行使监督权 监督什么监督破产企业的财产管理和处分 监督破产分配 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这就是它的权利 所以它主要起到的一个监督的权利 好了 这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整个破产中当中里面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机构 就是管理人和债权人会议 所以总体来讲啊 这个第二个板块 基本上我们是作为选择题 客观题来考核一下 所以大家把这些知识点 哎呦看细一点 理解了 该刷题的刷题 再把教材读一遍 这就可以了 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第二大板块 到此就结束了 这个板块主要讲的是 一旦法院决定立案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 第一 指定一个管理人 这就出现一个管理人制度 知道吗 第二个是一定要避设 避设一个临时机构 这个临时机构的名字 就叫债权人会议 这就是俩 我们首先看 首先必须要指定管理人 这个指定谁来指定 学完一定要知道 一律都有法院来指定 必须是法院来指定 但是法院不能直接就指定 一般是通过竞标的方式 公开招标 这样的话来保证公平公正 所以当法院在指定管理人时 学完一定要知道 他既可以是一个机构来担任管理人 也可以是纯粹的个人都行 他说如果是一个机构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什么机构 清算事务所可以 律所可以 知道吗 会计师事务所可以都行 往往往都是由这些中介机构 中介机构来进行担任 知道吗 但是也完全可以是个人 纯自然人来担任 但是不管是机构也好 还是一个纯个人也好 下一步要记住 要想作为管理人 第一点 对他们的资格有何限制 他们的资格问题限定 什么样的人不能担任 这个资格里一定要知道 哪些是不能担任管理人的情形 选择体要汇选 就是什么 比如从个人来讲 你那个已经是受过刑事处罚的 吊销过职业证书的都不可以 那么作为机构这些所 你曾经是给这个公司曾经担任过 提供中介服务的 知道吗 曾经跟任何的一方当事人 你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的都不可以 第二个就是什么情况下 这个管理人必须要回避 发生回避的情形 都是哪些情形 这个情形里一定要注意 有个限定期是三年 只要在三年内出现什么情形 必须回避 不能当 所以在管理人当中里面 一定注意第二点 把握好这儿 都不存在这些情形的 下一步管理人来履行什么样的职责 在这个职责中特别注意的 就是哪些职责 必须是受到限制 不能擅自自己决定 所谓的限制就是 要么报告给人民法院 必须要经他许可 要么就报告给债权人 委员会这个监督机构 那一定是你在实施的是 处分一些重大的行为时 在实施一些重要行为时 哪些行为 处分不动产的 转让不动产的 转让无形资产 知识产权的 整体营业发生转让的 这些重大行为 必须履行报告 一般的你接管企业财产了 处理内部事务 这不需要限制 大家主要把它在职责 从哪些受限制的地方 大家记住了 这就是有关管理人制度 就这点东西 资格 回避 职责 这三是重点 好了 大家把握好就行 第二个是 必设的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就叫债权人会议 这个机构本身里 第一个就涉及到表决权 来自于这个机构的这些债权人 什么情况下 没有表决权 一定记住了 重点就在两点 你的债权额 还不能确定的情况下 法院没给你指定 你就不能行使表决权 这就叫债权额没有确定的 第二个难点 你是一个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 如果你没有放弃优先授长 你只对哪两个事项 没有表决权 和解 分配方案 没有表决权 你其他事项照样有表决权 所以这个是债权机构当中 涉及成员的表决权问题 第二个就是召集 这临时机构会议的召集 一定清楚第一次会议召集人是谁 以后的会议是应该谁来召集 该记的一定要记住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组成这个机构主要应该行使哪些权力 九项职权 该背的一定要背 其中最重要的职权就是 他来决定和解不和解 他来决定重整草案 他来决定财产怎么变价管理 他来决定财产怎么分配 这几个职权要记住了 最后 当他们在行使职权时 他们的表决程序是什么 怎么叫表决决议算通过 一定是双标 记住了 既看人数又看债权额 人数都是过半数 但是债权额不一样 重要事项三分之二 一般事项半数以上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是第二大板块 围绕两个主要的机构 一个是管理人 一个就是债权人会议 行了吗 好了 这个板块重点掌握这俩就OK了 好 这就是第二块啊 的 不管是